觀眾朋友你好 是不是正經為做糗錢來開 才叫做真本事 會賺多少不是真的本事 能借多少來花 能舉在多少才叫做真本事 在臺灣是不是真的 所謂的財政紀律徹底崩壞 這陣子大家很關心苗栗縣的財政狀況 今天是七月十四號 公務員其實都是在月初 一開始就領錢 可是到七月十四號苗栗縣政府的員工 到現在還沒拿到七月份的薪水 因為苗栗縣長他說 沒錢啊 前任的縣長 劉振宏玩太大 米港里一粒米都沒有了 可是呢 劉振宏說 你做縣長做了七個月 到現在發佈說薪水還在怪我 你自己不會用舉債的方式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你沒有本事 沒本事你就下來 怎麼可以讓苗栗相親呢 承受這樣子的一個冤枉 今天我們要來談一談苗栗呢 恐怕不是唯一財政問題 嚴重的縣市 在臺灣每一個縣市 都有舉債的情形 特別是在五都的部分 舉債的金額都高達一兩千億以上 而中央政府整體的債務情形 更是高達十七八兆以上 臺灣會不會布上希臘的後塵 在昨天希臘跟歐元區的領袖 達成協議 這個協議真的是叫做上權入鍋 怎麼說呢 歐元區的領袖說 你還要借錢 沒關係 借你 可是你要答應我幾個條件 做到了 我才給你這樣子一個貸款 什麼條件呢 第一個我獻你希臘國會 在三天內完成立法 竟然說自己的國會被人家要求說 三天內完成立法 要立什麼法呢 第一個所謂你要增加稅收 你要徵稅 第二個你要改革你的公務員的年金制度 第三個 你要變賣你的國家資產 五百億歐元的國家資產 你要變成獨立基金 讓他私有化 然後來去做常債 臺灣距離希臘 是不是越來越近 臺灣真的不會布上希臘後塵嗎 今天好好來談一下 整體臺灣政府的整個財政紀律問題 介紹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苗栗縣頭份證政長徐定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特別歡迎是立法委員政大金融系的教授 李同浩老師 各位觀眾好 對於地方財政 非常熟悉的中央大學政經系教授 張棋路張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這位退下老師要特別介紹 其實大家如果看電視 應該對他也不陌生 他是一位退休老師 一年他從國家領到了整個退休金 大概是七八十萬 可是他這個家庭都很優秀 因為有十幾個人 在當軍公教的人員 換句話說 一年八十幾萬 十年就是八百多萬 一個家庭十多個人 政府一年要給他們家 他將近一億的退府基金 他說十年 抱歉 十年要給他們家 大概是一億左右 他說如果真的這樣搞下去 臺灣真的要倒了 所以他以退休老師的身份 呼籲真的要改革 臺灣的年金制度 我們歡迎退休老師 陳采倫 陳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的財經記者 也是重要的財經節目 主持人阮木煌 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 來看看苗栗的最新情形 其實公務員 真的還是領得到薪水 今天行政院已經決定 要先撥八億的統籌分配款 先挪給苗栗縣政府 換句話說薪水有著落了 可是有著落之後 整個問題才正式要浮現 苗栗縣府發布出員工薪水 七月薪水沒著落 算一算縣府得支出十二億 但資金缺口就八億 更何況縣府已經負債六百 四十八億 要繳房貸 咖啡 對 縣府含文到那個銀行 有沒有 申請 然後薪水淋了之後 我再繳 因為現在沒有錢繳 縣府沒錢 縣長 需要昌喊窮 十三號再度向行政院求助 並送上七十億才改方案 希望七月底能發出薪水 行政院長毛治國也緊急開會 經過精算 苗栗下半年稅收九十九點九五億 扣掉人士支出六十三點三億 和行政支出十三點八億 還有二十二點八五億餘款 因此行政院認為 只要苗栗縣府同意 將縣府支出順序調整為人事優先 行政第二就能解決 史上第一次中央介入地方運作 行政院強調不會給錢 也不是接管 是介入管理縣府的金流和財政 並有主計 總處沿你一套協助機制 許耀昌還是希望行政院 答應一百億的專案紓困 先解決現在連薪水都發不出來的情況 也再積極想辦法開園 許耀昌說 如果可以先解決眼前難關 未來將把兩年三十億的統籌 分配款先貪還 另外七十億 將以三億地區鞭颇或淤積核床土石做開採 一方面輸淨 一方面增加縣庫收入 縣府估計開採沙石 預計每年有六億的收入 不過能否開採還是未知數 而如果將統籌款都拿去還債 縣府沒有多餘的錢可以運用 要增加建設恐怕很難 該怎麼解決問題 中央和苗栗縣府都很頭痛 不過來看看負債的情形 你看到這張表 你真的會嚇死了 是從零八年 也是劉振宏之後的任內 其實整個債臺高築的情形 非常非常嚴重 這個四百八十七億 在二零一四年 這個還只是依照財政部的 這個方式來統計一年以上 非自償的這些債務 可是如果按照苗栗縣 自己的統計負債的話 是六百一十五億 如果再加上應收 未收款 總計高達 將近六百四十八億的這個負債 可是苗栗縣的自主財源 是很少很少的 雖然今天在下午的時候 行政院已經宣佈說 要先借 不是給喔 是先借苗栗八億 讓他七月份的公務員薪水 可以發出來 可是我們來看看之後 一大堆問題 這恐怕問題還不止這些 教育方面呢 本來呢 優秀的運動員 優秀的選手出國要補助 但是現在全部要調降 免費客服 留校照顧呢 也沒有了 要收錢了 社福的部分 免費營養午餐 家長要出一半了 不再免費了 當然弱勢還是補助了 生育津貼也調降了 守望相助的這個作業費呢 從一萬變七千 社團補助打七折 這是社福 換句話說這些所謂的中低 特別是低收入戶邊緣 這些人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們來看看整個社會的部分 公教人員沒薪水 但是現在七月份薪水有著落了 可是之後還有沒有 難道每個月都要去跟中央政府要嗎 特別是警銷超行加班費 從一萬七千塊 調降到一萬五千塊 軍公教的學分補助費沒了 約聘僱零時人員要精簡 然後員工差旅費等等的 都要精簡打折 特別是十五項苗栗的重大健身 通通暫緩 不過政長我們看到就只是數字 看不太出來說 現在頭份證也被苗栗縣政府欠了一億多 是是是 究竟現在苗栗的財政困窘 對地方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想這樣子 那照說今天應該是縣長親自來說明 那我想從製作單位認為說 是我是十八鄉鎮裡面的 被欠最多的 最大的債權人 關係人的身份來自己做說明 那縣政府的說法是他只欠我們一億一千多萬 那我們的 那是計算的基礎不一樣 我們的算法是今年度我執行中 會執行完畢的 中央補助款 就還有五千多萬 那縣的部分有六百多萬 加起來就有六千多萬 加上去年的土地處分價 價款 一億九千多萬 只給我們一億 原來是財政處這邊是說 今年五月份房屋稅收到之後 就會把這個九千八給我們 但是沒有辦法 就跳票了 那我想短期內 我看也很難那個 很難來實現 然後很難來還站 那對我們鄉鎮公所 會造成排擠的效應 就是說以目前來說 很多是縣管的公共設施 或是道路 可能都要移回各鄉鎮公所 自己來處理的啦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的就是 剛剛講社區 社福的補助 全部都往下降 往下降 造成他們營運上也會有困難 那壓力也會向公所來了 是 以目前我們投分公所的財政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是零債務 沒有債務的 那我們的歷年累計盈餘 還有一億五千多萬 目前在政庫裡面 還有三億五千多萬 所以我們的今年運作是沒有問題 但是長此以往 那我們也沒辦法負擔 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 就投分自己的財務狀況 算是很好的 是 可是呢 譬如說投分 正裡面的縣道 是 本來是縣政府要來維護的 是 譬如說你們的主要的那個 不管是台一線啊 或是其他這些縣道 坑坑洞洞 歐巴騎過 咳咳是那種的 本來政府 縣政府要出錢補入 那他說你投分證自己來弄 是 如果你沒錢 道路就會出現問題 是 社福的部分 中低收入戶的 清寒貧苦家庭的 原本也是縣政府要來解決的 可是通通壓力都擠到地方去 這個部分 這樣子 我就舉個例子 以我們中央路來說 今年開始就是由我們政公所 來負責養護 一年大概要花 我們大概兩百萬 諸如此類 我想這個慢慢會越來越 越來越困難 越來越嚴重 劉老師你看 怎麼會出現這問題 現在很多人在批評劉振洪 那當然之前很多人 也在檢討劉振洪 可是一個人 可以讓整個縣的財務狀況 搞成這個樣子嗎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特別是縣級的單位 不要忘掉 我們還有一個都籍的 就是五都六都的這個都籍 還有中央政府 就財政的狀況 當然都不好 嚴格說起來都不好 但是可以勉強過關的 是五都六都 是 為什麼 我們以臺北縣為例 臺北縣的蘇貞昌 當縣長的時候 他也是捉襟見肘 這就是為什麼周錫瑋 擔任縣長的時候 他要求要改為直轄市 因為在直轄市上面 你的財政的收支 這個自主權就會比較高 是 那我也曾經看過 我們蘇縣長捉襟見 走到什麼程度 非常類似現在 我們劉縣長的做法 其實我們中央政府 現在也在做這種事情 他就把平均地權基金 累積了一百億 一次就撥到縣政府來運用 原因是什麼 就是縣的這個單位 在財政的自主能力上面 是非常非常薄弱的 可是民主政治呢 又要求很多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公共建設 社會福利 所以在公共建設部分 除了自籌款以外 他當然可以向中央政府 來要求補助 可是很多社會福利的這種政策 那就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他非要用自己的其他的錢 你知道地方政府 像像苗栗來講 他過去這個一年的稅收 一百零二年只有三十一億 是來自於稅收 可是他的支出兩百六十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非常困難的結構 可是選舉本身又逼著 他要去做其他的支出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個結構上 天然結構上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這個縣長 本身沒有隨時去關心 他的債務 是不斷地去想辦法去推動他的所謂的這種 讓人民看起來很舒服的這種政策的話 那當然就會控制不住 所以這個已經這樣講好了 這個已經是一個長期累積的問題 到了現在終於爆發了 那第一個爆發的是苗栗 當然我們後續還要繼續看 其他縣市會怎麼樣 不過張老師我要請教你 就是說窮縣或者是說非五都六都 當然他財政會更困窮 等一下外面談 其實高雄欠了兩千多億 那高雄薪水還是照發 而高雄縣政府 市政府還會說 你那個雜貨店拿來跟我台積電比 實在是不倫不類 可是的確高雄的負債呢 是遠高過其他的縣市 那高雄可以應付得了 為什麼苗栗就應付不了 第二個問題是 你其實這已經知道自己蠻窮的 說實在 台語有說 沒沒雞 雞大雞 就你這隻雞呢 就小隻了 毛 毛都被拔光了 你還以為自己有三公斤 四公斤重 還有假裝自己可以賣很好 很好的價錢 沒錢還裝闊 我們來看看 整個任內的部分 當然扶爛花費 這個之前我們也談過 還有六億的燈會 二點六億的馬糞管 連外道路 或是其他種種的這些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苗栗縣政府 包括二點二億花在國際藝術季 還有等等的這些 像是他拆了人家的民房 或者是像是牆挖 這個糧田的部分 他還要花好幾百萬 來去做宣傳說 縣政府做的是對的 我想問的是說 這個是個人地方首長的財政紀律問題 還是是整體臺灣所謂的統籌分配款不公的問題 或者是說是整體監督機制徹底失靈的問題 是的 那我想主持人這個問題 我其實等於說 我先講個答案好了 其實這就是標準的民主赤字 其實這整個你也可以說 他就是一個政府失靈的現象 其實剛剛主持人也在問說 其實我們現在陳剛立委也有談到 其實我們現在是各個地方都是變普遍呈現這個狀況 你現在只要有選舉 結果你變成說 他只要選舉這個支票開出來之後 結果結局好像最終就會走到這一步來 是 那剛才其實在高雄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他坦白講 他現在是全臺灣最高的 他兩千三百多億以上 其實以這個債來論的話 其實苗栗還排不上前面 因為高雄兩千三百多 比如說臺北市有一千五百以上 苗栗是六百多 對 是 那但是為什麼其他的比較沒有問題 其實這也還是後面還有個結構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想就是高雄這邊講說 臺積電跟這個雜貨店之比 也是有點他的道理 因為很簡單 就是同樣的苗栗欠這些錢了 他的背後 就是說他有沒有機會還 其實在他一個 就簡單講 他的人口流失 產業空洞化的這個結果下 其實他現在等於說千六百億 他就已經快活不下去了 那當然高雄這邊的話 他基本上他還有一個 就是等於說這六都的狀況 他比較城市 他有產業 他有人口 他能夠支應這個 所以他目前勉強上 等於說他沒有那麼迫切 其實現在所有都是 等於說這個是 就是我們常講的說 這個這個窮縣副都 現在其實整個就是呈現這個狀況 其實現在說這十 等於說 我們現在這十七個縣級的 其實他有十四個 他只有財源都不夠 他就是連六成五成他都沒有 等於說簡單講 他們全部都是靠中央的補助 所以現在他的真實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只要他是縣 他就是這個問題了 而且他也標準了 人口不斷流失 是 產業也很空洞 因為這些雖然建了很多園區 但是實際上這些園區都沒有什麼大作用 其實等於只是在變一個土地魔術 如我們講的很難聽 都期待說 這幾個都留縣長講了 那為什麼不再去抵押 可是坦白講 現在大概也都看懂這個道理了 你再去抵押 我也不相信銀行團這麼笨 他現在還要把你錢借給你 那另外的話 土地炒高了之後 產業還真的進不來了 所以這變成已經是個惡性循環 空有蚊子園區也借不到錢 所以這個東西 他就會降在那裡了 所以現在其實整個是一個 已經是個結構的問題了 現在苗栗 當然算是第一個爆掉了 其實後面的這些線 恐怕還會很多 包括今天雲林不是也在講這個事 但是他的財政局局長 也說 我們好像只能賣土地 所以這變成這唯一一招 就是土地魔術 其實是蠻危險的一件事 不過鎮長我要請教你 現在的縣長 他以前幹過鎮長 他也當過立委 他不會不知道苗栗的情形 再來苗栗有自己的財政局 再來苗栗有自己的苗栗縣議會 苗栗也有地方媒體 還有中央政府在監督 真的所有的問題都只是劉正宏一個人的問題 當然我想大家都有責任 包含中央 因為你提出的計畫 他是不是有這個急迫性 有這個必要性 你中央都沒有好好給他做審查 幾乎有求必應 你要做什麼建設 我就答應 那以我們縣長當立委的時候 他跟縣長兩個人說替中央 在中央爭取了一兩千億的預算 來建設苗栗 那中央如果撥一兩千億的話 你想想我們配合款 自籌的部分要多少 你以十五趴來說的話 就要就要三百億 你以二十趴來說就要多少 就要四百億 你自籌的部分 你沒有相對有這麼多錢 你做了建設 當然啦 我們民選首長 富有這個任務 就是大家都希望求表現 有建設 為地方繁榮來造福 為地方鄉親造福 可是沒有財政機率 大家就是能借就借 能跟中央要錢 就拚命的要 那你配合款的部分 你能不能支援 這個建設是不是很必要性 有他的急迫性 都沒有好好去做規劃 可是就一個民選首長 你們不會覺得像是 譬如說找三大南高櫻 或是放那個很漂亮的煙火 或是種很棒的燈會 其實對選民來講 他們買單啊 他覺得很好 當然你從臺北看苗栗 當然是政府看法 現在大家來檢討 當然都買院 我們苗栗縣長怎麼樣 怎麼樣 但是以苗栗人 在劉縣長的任內 我說每個政治人有功有過 有包有貶 然後他的確也為苗栗帶來建設 也為苗栗人帶來驕傲 覺得也有自信心的 苗栗人不再是文化沙漠了 不再是赤等公民了 可是我就講 這就是以不斷的 擠在的下場 就是這樣 打中眼充胖 就是乞丐穿西裝 不過陳老師 我等一下會再跟請教您 那個整個軍公教的這個 所謂的年金改革問題 可是你現在也在新竹縣 新埔 新埔 就回到自己的故鄉 就定居下來的 對 其實你們自己也有負債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全臺灣所有縣市都有負債 那苗栗呢 其實是那個六都 其實應該是五都 桃園市的負債 現在還比苗栗少 但是其他五都都比苗栗多很多 臺北負債是將近一千五百億 新竹你的新竹縣是兩百一十九億 苗栗呢 這個是還不包括所謂的 那個應付未付款 或是其他的部分 我們算是算三百九十七億 那如果是把那些加起來 是六百多億 臺中是六百四十八億 臺南市是七百一十六億 高雄的是兩千五百三十九億的負債 如果苗栗用六百多億的話 高雄市是兩千五百多億 我想問一下 就一個地方民眾 或者是就一個客家人的一個心情 你怎麼看待 政府用舉債來建設 或者是說用舉債來要上 所謂的國際文化 舞臺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說 你說你當一個父母官 你想要留下什麼東西給這個地方了 那我們新竹縣當時也是負債很多了 後來邱縣長上來就把這個老人年金給取消 這個後來就穩住了 這個應該是很大的魄力 總之再怎麼講 就是說你應該要地方上要有一個很好的願景 你要有把這個舞臺很落實的在做 你必須良入為初 那我剛才看這個劉正宏他稍微有一點 他造成今天這個原因 他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CEO 就是說因為他是從地方選舉上來 可能他沒有牽涉到成本的觀念 沒有牽涉到這個財政的這個平衡的這個觀念 他就一直往前面衝 如果苗栗現在讓王永慶來經營就不一樣 他的看法絕對不一樣 那個成本控管就很嚴重 那我在我七十幾歲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王永慶的公司被搗帳過 或是被浪費過 或是被怎麼樣了 這個我剛剛才還特地打個電話 給苗栗縣 你們有一個正榮新的劇團 我說劉正宏今天欠了六百多億 你的這個劇團 這麼好的劇團 在國家紀元演的他有沒有 有沒有說這個支持客家文化 在地文化 在地產業 他說沒有 這個我這樣講 不曉得會不會這樣 他主要是好幾千萬給某某的劇團 給五六千萬給那個 就是說平常講人家是 你有什麼能耐去做什麼事 就是我經常講 就你有什麼本事 你再去承包什麼工程 那這個過了就算了 就因為他縣長也下臺了 但是我是總認為他不是一個很好的CEO 是 華爾街倫敦這麼多金融業 那些真的是很好的CEO 在那邊永遠不會除了這個雷曼 雷曼兄弟以外 莫華大哥你也認識很多CEO 也看過很多所謂的地方 或是中央財政的這些問題 我要請教你 為什麼苗栗縣會走到三窮水淨 可是恐怕不只是苗栗 雲林說他薪水也發不出來 各縣市舉債的問題都很嚴重 我們來看看 除了苗栗之外 臺灣很多縣市 其實連中央政府的這個負債問題 都非常非常嚴重 臺灣真的不會成為第二個CEO 苗栗縣政府薪水發不出來 未來雲林縣也可能面臨到 同樣的財政危機 因為雲林縣十六號 撥出八點五億元 員工退休金後 加上這幾個月剛好沒有稅收 要等到十一月才有 低價稅入賬 十月份恐怕有十億元缺口 這個部分當然會 對生活也是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像一些同事 他們十月份可能小孩子開始上課了 可能要補習 可能在外地念書的 還有生活費的問題 這個還是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十月份的確是會有一道關卡 但是我們會盡量的來做一些調度 希望能夠渡過難關 那目前還沒有考慮到說 要去向行政院來請求資源 我們會盡量在府內的調度部分 希望能夠渡過這個難關 縣政府表示今年六月底前縣府負債三百零七億 其中長期負債一百八十八億 短期負債五十九億 平均每位縣民要負債三點四萬元 目前會先以標售公有地來化解十月份的難關 昨天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也在臉書上指出 高雄市債務未償餘額高達兩千三百多億元 苗栗縣為兩百三十二億元 而高雄市民平均每人負擔債務為九萬多元 才是全國第一名 苗栗縣則為七萬元 全國第二名 這是不分朝野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高雄市政府追及回應 兩者無法比較 不過這幾年高雄市亞洲西灣區的大型建設持續進行 輕軌也即將於今年上路 還有舉辦大型活動 不免有人質疑 是不是因為這樣高雄市財政才會負債累累 高雄市財政局表示 儘管直逼舉債上限 但是也擬定了開源節流的財政計畫 控管在市長任期內要保留約兩百億元的舉債空間 以因應未來使用 稅改聯盟提醒地方債務快速累積 已是國債以外第二打隱憂 總計各縣市未清場的債務 已累積高達九千七百多億 一旦中央自身難保 減少地方補助分配款 恐怕將引發連鎖效應 所以莫好兄 究竟為什麼苗栗會走到山窮水淨 首先我要喚醒大家的記憶 苗栗並不是第一個發生財政危機的地方 我記得前幾年南投縣的魚池箱就發生 發不出這個薪水的問題 結果南投縣魚池箱的箱長怎麼做 你知道嗎 跑到臺北火車站前面去賣紅茶 他自己去賣紅茶 說這樣可不可以幫這個魚池箱 增加一點收入 可以發這個員工薪水 事實上那只是一個政治作秀動作 主要就是讓大家瞭解 現在地方財政之困難 所以同樣發生在苗栗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用多麼聰明智慧 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小時候都讀過一句話 叫做亮露為初 是 最最基本的家庭理財 到個人理財 來到政府的財政的規劃 其實就是這句話 你今天有多少收入 你就多少支出嗎 剛剛李老師已經講很清楚 苗栗縣自主財源收入才三十幾億 他要支出一年上百億 一兩百億的支出 那我請問各位 這個不是財政紀律的問題 是什麼 他根本就是一個財政責任 承擔的問題 我二十年前在苗栗跑地方新聞 那是我第一個新聞工作 當時我是中市中國電視公司的記者 在苗栗那時候也只有三臺而已 一九九零年的時候 有沒有地方財政問題 臺灣沒有一個地方有財政赤字 為什麼這二十年來極速惡化 就是民主的代價嘛 講白話就是這樣 不見得只是所謂的中央請客 地方買單的問題 而是地方自己請客 地方自己要買單 因為大家都要討好選民嘛 所以就忘掉了 什麼叫做亮露為初 因為你根本沒有財政承擔的責任 你沒有財政承擔責任的官員 你怎麼會有財政紀律呢 再加上根本沒有所謂的管制相關的條款 去管地方政府 所以地方政府伏編預算 伏編預算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為了舉更多的債 為什麼 因為地方政府舉債的財源 是因為他的預算支出的比例 所以就盡量去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信聰你準備了有一個稀計 我剛剛仔細看了 苗栗縣在這近這四年來 第一個他財政的赤字大幅的擴張 是 跟以前的擴張的比例 是出現很大的變化 那為什麼會是發生在劉振宏 這個時代呢 為什麼過去一樣是在這個財政赤字 財政的這個債務余額在增長 但是最近這幾年四五年來 他增長的是暴漲 那請問劉振宏 你在做縣長的時候 跟前幾任縣長什麼不同 為什麼你們的同樣的一個縣物 同樣的地方 他會出現這麼快速的債務的暴漲 那我就要請教劉振宏這個問題 你可以回答我嗎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苗栗縣 他的自主財源 他的負擔累累 剛剛信聰你所講了 這個苗栗縣的自主財源很少 所以說造成他的債務負擔累累 事實上臺灣有很多地方政府 他的負擔 他的債務也是很高 但是呢 他的自主財源來源並不少 那問題是什麼 可見並不是自主財源的問題 就是回到我剛剛所講的 他其實他真正的問題 就在於根本沒有財政觀念 是 是 那沒有財政觀念的問題 就在於大家都要討好選民 就浮邊預算 爛邊預算的結果 就造成目前這樣的情況 然後回到更大架構 可能有可能講說 統籌分配款的問題 那統籌分配款 當然對弱勢的地方政府是不利的 因為統籌分配款 是根據地方政府 他的自主財源來去做分配的 那在臺灣現在目前的這種架構 跟制度之下 這種自主財源的來源 在地方政府是主要以土地稅款為主 那土地稅款 在目前景氣不好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會減收 減收就會造成現在苗栗 線的這樣的狀況出現 所以這些問題 他是一重一重疊上去 那至於說頭份 為什麼他的狀況 會比整個苗栗線狀況好 因為頭份可以講說 是苗栗最繁榮的地方 所以相對頭份的自主財源 收入多 因為他的相對經濟繁榮 是 所以回到另外一個角度 去思考問題 就是如果你今天一個地方 你沒有經濟成長 你沒有你的稅收的增加 你再去扶邊 爛邊預算 你只不過就把這個地方的財政 越搞越糟糕而已 不過李老師我要請教你 我一直無法理解的是說 那我們之前也談過苗栗線的一些問題 苗栗線有人說他好大喜功 那有人說 其實劉振宏任內積極認識 所以去借了很多很多錢 那弄了很多很多建設 然後開發了很多很多所謂的工業園區 但是我的一個最大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你可以無止境地借錢 中間都沒有人去拉住他說 你不准 我們來看看 你看現在整個苗栗的財政狀況 二零一五年 許耀昌上任之後 他編的預算是兩百收入的部分 是兩百四十億 比二零一四年 簡列了五十八億 這是比較所謂的務實的一個編法 稅入的部分 稅出支出的部分 許耀昌也相較劉振宏 少編了十一億 那資本支出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 每年就是大規模的 這所謂的開發建設 這個資本支出 零五年到零七年 每年是花了五十億到七十億 零八年花了一百億 零九年到一零年是花了兩百億 一一年到一二年是花了九十億 錢通通在這幾年 全部花掉了 短處的部分 二零一三年少了四十三點 三八億 二零一二年少了五十四億 二零一一年少了四十七億 負債總計高達六百四十八億 那欠誰錢呢 九大航庫 總共欠了三百五十幾億 苗栗農會借款了四十多億 然後積欠十八鄉政 當然包括頭份 頭份欠最多 總共欠了五億三千萬 還有所謂的業務管理基金 應付未付款等等 加起來才會高達六百多億 怎麼可以說借就借 想借就借 愛借 借多少 就借多少 我要 我一開始 我覺得剛剛欣聰 你談到說 這個客家的 城市 客家的那個縣市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聽得非常難過 因為客家人是基本的主訓 就是要勤儉持家 這是我們共同的一個客家人 所面對一種困難的生活環境 的一個基本的生活態度 但是沒有想到 居然今天發生 這麼樣的一個系統性的危機的地方 是苗栗縣 第二個呢 讓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劉振宏縣長跟我過去是同事 他過去一開始 在我第五屆立委的時候 他就擔任跟我同樣的 叫做預算機 決算委員會 所以我們兩個對於國家的預算的狀況 怎麼樣操作 是非常瞭解的 我們兩個一起曾經打拚過 所以現在看起來呢 讓我比較遺憾的是說 那為什麼當了縣長以後 好像整個態度的改變 勤儉持家的風 這種風氣 對不對 那種精神 再加上過去曾經是預算 決算的專家 怎麼會把這個看到苗栗的 這種狀況 居然可以大肆的這樣子 去擴張他的債 債務 這個是我覺得 第一個遺憾的事情 那你剛剛提到 為什麼會出現 現在這種狀況 我也必須坦白跟各位說 這個是在兩年前 一百零二年 就是在這個時候 七月份的時候 我們通過了新的公共債務法 是 我們立委 就是看到了地方 跟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 越來越惡化 所以我們把財政紀律的概念 放進來了 所以新的公共債務法 有財政紀律的概念 他對於你的債務的總額 要求不能以縣市政府來講 他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的 預算的總額 餘額 那麼在另外一方面 一年期的短天期的 這種籌資 我們也給他限制 限制完畢以後 我們還說 如果你超過 譬如說一種 這個超過一年期的 常債而言 超過預算餘額的 百分之五十的九成 百分之五十的九成 就百分之四十五的時候 你要寫財政改善計畫 那現在呢 你看起來很多縣市 都要寫財政改善計畫了 超過百分之四十五的 都要寫 但問題在哪裡呢 以苗栗 因為我們新設了這個法律以後呢 像苗栗 像宜蘭 他早就已經破底了 他已經破了那個百分之五十的上限了 所以他就立刻寫財政改善計畫 而這改善計畫又沒有辦法立刻落實 是 所以他就立刻就面對了制裁 那財政部的第一個制裁是什麼 財政部第一個制裁的方式 就是讓他統籌分配款 延付延緩支出付給他 那他他整個現金就產生的 那他不就血上加裝 血上加裝桌金見走了嗎 所以今天呢 他到了行政院要求說穿了 只是把那個統籌分配款 就還給他了 所以嚴格的說起來 所以這次的這種苗栗性的呼叫呢 就等於把財政紀律 又再一次打一個耳光 是 所以就是說 他今天的出現 是一個累積性的問題 面對一個新的法律架構 要求建立紀律之下 他變成首當其中的 所以中央政府現在又說 要給他八億 反而是自己去自毀長城 你好不容易建立了所謂的財政紀律 你又把他摧毀掉 可是張老師我要請教您 苗栗先生自己也說 好 我要財政改善 可是對行政院來講說 你根本在糊弄我 我們來看看 之前苗栗先生說 拜託你借我一百億 我要做很多很多事 我怎麼還你呢 我要說我還得起 我才敢跟你借 說我一年還你兩億 分五十年來還 後來七月十一號說 真的錢不夠 真的發不出來說 我十年就可以還你 我一年還你十億 行政院說你都用花 然後本來一年說還兩億 我都很懷疑你還得出來 你現在說一年 你可以還我十億 再來七月十三號呢 就說我十三年 可以還你七十二億 然後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各還你三億等等的 行政院說你怎麼還 你握一個計畫書來看看 他計畫書怎麼寫 我來挖砂石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然後挖砂石來還百億 然後大家說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這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環保 或其他的種種的問題 七月十一號說 我除了這個救方案呢 我還可以拿高鐵 特定區的土地 來去貸款 還有三十億 所以總計呢 我這個所謂的開源 可以有四十億 節流尊潔的部分呢 本來說我可以節省二十七億 後來說我可以再節省五十四億 到最新的方案是說 我除了調稅 場管費 地方特別稅 土地標售等等的 還有再加上高鐵 這土地呢 整個說可以所謂的開源的部分呢 可以爭取到四十幾億以上 然後節流呢 可以節流二十四億以上 我想問的是說 這叫財政改善方案嗎 而財政紀律 到底要怎麼樣建立 是的 其實剛才我 因為剛才立委已經講了 這個公債法的那個機制 就是說他有一個懲處的機制 甚至他除了這個減少 跟緩播這個統籌分配稅款之外 其實他對那個首長 他可以移送懲戒 其實事實上 但是問題 這才是真的是問題的來源 就是說到底這些有什麼用 就是對一個地方政府而言 地方政府難道會怕這個嗎 你如果不播我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我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公務人員發不出薪水 這反而是倒過來要脅 你不給他那個統籌分配稅款 他反而他更有理由來 來要這些東西 那對於他已經卸任的 這種縣市首長 這懲戒又有任何什麼意義呢 其實其實我想 因為談了這些 我提供一個數字 這是公都盟 他們一百零二年度 已經選出來苗栗縣議會的透明度 為零 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總共有七個縣市 其實他們一塊錢預算也沒有刪過 二十年沒刪預算 他根本沒有刪過預算 所以其實我們要真的問說 這個問題到底什麼 這其實他已經是一個變成說 是個地方結構的問題 就是說反正這是以上空白支票給你了 你就來簽 而且等於說是下一代來還錢 或者是下一任來還錢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首長 當了這個首長 重視像剛才立委講的說 也許劉縣長 以前當立委的時候 他會把關 但是自己當縣長的時候 開玩笑 有這個空白支票來了 那哪有不簽的道理 那當然要花下去 所以他實際上變成這樣子 所以那至於說 這些獎用所謂這個土地 或者是說這些東西 其實 其實我覺得已經證明失敗了 因為他已經開發了 他已經沒有遭到什麼傷了 我們需要立一個更嚴格的法去限縮 限制地方跟中央再去舉債 其實這個是需要的 其實在公債法裡面 其實他還是隱含的 就是說你要還本 你 你有沒有辦法使用債務基金 這些想法 其實他還是在 我覺得我們的執行 還是有問題 就是說現在公債法 還是蠻框架性的 而且他給了這個概念 就是說到了百分之九十 危險 再來 可是事實上 在他危險之前 他已經玩了很多花樣 用短債去還藏債 然後或者是把他包裝起來 變成說我這是個自償性的基金 其實他可能背後 根本是騙人的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當他危機到九十分的時候 你才要去掐他的時候 你讓他死得更快 你如果不掐他 他活 也許還會再活個一兩年 可是就像現在 因為他已經夠窮了 以債養債 結果你統籌分配款 又延後給他 他就死得更快 可是這個是苗栗縣的問題 其他縣市也一樣的問題 中央政府的問題更大 我們來看看二零一四年 在幾年前 有話說一直在談國債 其實李老師也常上我們節目 談國債的情形 我記得幾年前 我們的包括隱藏性債務 大概也就是十四兆左右 可是我們來看看二零一四年 現在各級政府 包括中央地方 還有潛藏債務呢 我們已經高達十八兆五百零六億 這中間有很多很多 包括所謂的救治軍公教退休金 公務人員退輔續金等等 還有像是勞工保險的 這些隱藏性債務 真的會讓臺灣離希臘 越來越近 昨天希臘最新的債務協商呢 真的是叫做上權 歐元區領袖要求說你希臘必須在三天內給我立法 否則我就不給你錢 可是這真的是叫做所謂的希臘悲劇 真的不會在臺灣上演嗎 我們來看看希臘最新情形 儘管歐盟執委會認為 這次與希臘的協議 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 但希臘首都雅典的國會外 十三號依舊聚集了大批左派反準結政策的民眾 痛批齊普拉斯與歐元區達成的投降式協議 內容包括削減退休金 提高增值稅 以及勞動市場改革等等 出賣希臘的國家利益 之前的公投根本是一場兒戲 怒烧齊普拉斯左派聯盟的旗幟協議 西大的銀行還要持續關閉到15號以後 公務員運量大罷工 西大執政的激進左派聯盟議員 痛批齊普拉斯完全違反公投決定 兩位政府成員更痛批這項協議 就是德國率領歐盟對希臘所發動的屠殺跟政變 希臘的國防部長表示 將不再支持齊普拉斯的任何政策 希臘的工部長質疑 輸控案不可行 預測今年就會提前大選 讓齊普拉斯政府下台 但齊普拉斯13號從布魯塞爾 飛回雅典後連覺都沒睡 就必須召集內閣商討與歐元區達成的紓困協議 因為必須趕在15號前獲得國會同意 才能獲得歐盟第三波 最高三年860億歐元 適合將近三兆台幣的紓困貸款 如果希臘國會無法通過 希臘脫歐的可能性還是存在 一旦通過 德國本中午就會表決希臘的貸款案 記者居然先報導 不過沐浩兄我們來看看 從希臘來看台灣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接近 我們先來看看最新的協議的結果 歐元區領袖說 希臘你三天內給我立法 就可以這樣子玩的 不過你要跟人家借錢 你能說什麼呢 立什麼法呢 要加稅 退休金呢 要改革 然後呢 這個其實真的是叫喪權 辱國 希臘最有名的就是 他的這些國有資產 五百億歐元 折合台幣大概一兆多的國家資產 要變成基金賣掉來還錢 這個要立法 然後呢 以後呢 你希臘所有 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的重大政策 不是你希臘說的算 是要歐盟說的算 如果這些都做到的話 他才要給你三年八百六十億歐元的紓困 不是給 還是要借你 你還要所有還 我們來看看 臺灣是不是真的跟希臘很像 我們來看看 剛剛我們談到 現在整體呢 包含隱藏性債務 已經到了十八兆五百多億 這規模大概多少 中央政府總預算一年的支出 我們花所有的錢 一年支出大概一兆多 我們欠了十五兆多 換句話說呢 所有公務人員軍公教 通通不拿錢 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整個國家停頓下來十五年 我們才能還得起 這樣的一個債務 我們再來看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軍公教的這個退服基金的部分 不管是公或者是教或者是軍呢 現在整個提撥的情形呢 都是非常非常少 換句話說呢 裡面的錢早就不夠了 軍的部分 嚴格來講早就破產了 公務員跟所謂的老師的部分呢 大概很快也都要破產 這個都是要國家拿預算來去補 我們真的不會成為第二個債務 其實很諷刺 就在希臘這個公投之後 就是齊普拉斯可以講說 是把公投撕毀之後呢 當天歐元區通過了希臘的紓困案 也就是說應該是昨天的事情 那苗栗縣政府 那個六百多億的新聞 上了晚報的頭版頭條 因為現在縣長跑去行政院 要求趕快撥緊急救助金 撥錢給他們 那我就在我自己的節目裡面講說 這個其實臺灣已經一步步希臘化了 這個已經不用懷疑 臺灣正朝著希臘的這個腳步在進行 結果我一個苗栗縣的 縣民的朋友 他就賴我說 怎麼會我們苗栗人很打拚 我就回他說 這就是可憐的老百姓 可恨的政客 事實上政客都在說謊 沒有一個人是老實的 講白話的借錢去花是最簡單的 你為什麼會有負債 信聰 你有負債嗎 劉正宏你有負債嗎 劉正宏 你個人負債多少 你的家產有多少 一個人會負債 或一個國家會負債 一個這個家庭會負債 就是因為他量 路不能為出嘛 也就是說他的支出 大於他的收入 所以他才會去借錢來花 是 這個是最簡單的道理 三歲小孩子 大家都懂的 那苗栗會附帶六百多億的債 就代表說苗栗縣政府 這麼多年來 他不斷地去舉債來花錢 問他會去舉債來花錢 就跟中央政府一樣 不斷地去舉債來花錢 因為他要花的錢太多了 那但是他沒有這麼多的國家 或是這個縣府的財政收入 時候他去花 去借錢 那他用各種方法去借錢 跟航庫去借 跟 甚至跟農會去借 然後甚至把他的現有的財產 一筆一筆的賣掉 子孫的財產全部賣掉 然後去開發土地 去收這些土地的款項 去各地方政府帶頭草地皮 以至於有更多的地方的 在土地方面的稅收 這個多年來臺灣的地方政府 就是這樣搞 也不見得只有苗栗縣政府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 那所以呢 我們就現在從頭去檢討說 為什麼民主國家 會搞成今天這個地步 包括希臘他的情況 為什麼搞到今天這麼惡劣 就是因為希臘政府過去一樣的去寵壞老百姓 是 公務員五十歲就可以退休了 一天只要上班五個鐘頭 早上九點鐘上班 下午兩點鐘下班 然後可以領一大筆退休金 那誰要努力工作 然後希臘的貪污 然後各種特權橫行逃漏稅 這個就是希臘今天財政崩壞到這樣的情況 我非常感謝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 是 是 那這個就是希臘政府過去寵壞他的老百姓 以至於現在要去承擔的惡果 那臺灣何嘗不是如此呢 臺灣這幾十年來民主制度就靠選民投票 你誰要發老年年金 誰今天老人家補牙齒不用錢 誰有生育補助 哪個縣長上來 給我們更多的福利 你只能加碼 還不能砍 對啊 就一直加碼嘛 中央政府也是一樣 老人年金一直加碼 各種社會福利支出一加碼 希臘現在目前的年金加上福利 佔他們國家的GDP 達到百分之三十五 那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臺灣不要高興了 說我們現在沒有這麼高比率 根據現在目前的政府要支出的年金 十年後我們年金佔GDP的比重 每一年支出的就會達到百分之二十 達到現在目前希臘的狀況 是 所以十年後臺灣就要應驗了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苗栗縣政府他爆發這個財政危機 他只是第一個 他不是最後一個 沒錯 臺灣會不斷地爆發類似的危機 直到整個中央財政的崩毀為止 包括世光 你剛 這個信聰 你剛剛所講的 臺灣這麼多的這個要發的年金 軍保 民國一百零八年破產 緊接的就是公保 緊接的就是勞保 一個個報下去 沒有一個不會破產的 去年這些年金已經是虧空了三十三億了 是第一年開始虧空了 那再加上臺灣的高齡化 社會結構的批變 臺灣的財政 將來只有持續惡化 不會有改善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財政紀律 我們也不去用希臘當前車之劍的話 臺灣絕對絕對走上希臘這條路 所以真的非常謝謝陳老師 因為其實說實在 你一個月在家裡沒事做 可以拿到七八萬 然後在新埔那個地方 其實很好很好過日子 但是你挑出來說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這麼好過日子的話 臺灣真的就垮了 有這麼嚴重嗎 陳老師 這個是這樣 我們就是說年紀大了 有一個願景嘛 不過剛才講到劉正宏 我是不太希望說把太多的那個焦點放在劉 劉正宏已經成為事實了 但是劉正宏沿途闖紅燈或是誰開綠燈讓他過 這個要追究 這是公信力要徹底解決 你現在也逼劉正宏 逼徐耀昌 逼苗栗 都沒有用 你你想想看劉正宏他當縣長 他有議會 苗栗仙的議會 他那麼多案子 你全部讓他過 你不要負責任嗎 你不要負責任嗎 行政院 這個 剛才你們一直在講說 新的稅法 新的財政法 你訂得太多 行政院他有在執行嗎 是 他如果有在執行 那劉正宏今天就不會今天這麼放縱 就不會那麼囂張 就不會那麼如意 那麼審計部也好 考試驗還有最重要法務部 檢調部分 這個檢調部分 這個臺灣的這個當然 我們現在只是說把苗栗的問題 以後可以適用全國 你這個檢調部分 哪個縣市長的選舉 不上這個半個億或是多少 那他臺灣有幾個人 這個候選人說發五千萬 發個一億 然後可以聯繫選兩三任 這個一看就知道你錢哪來嘛 所以這個就講到這裡 我就再想到日本 他兵庫縣有一次JR的那個車子出問題 然後轉彎的時候司機開太快 他起訴了兩百多個人 那麼不是 他起訴了最後被判刑的 有二十七個人的樣子 其中有三個社長 前後任的三個社長 全部判刑 人家的那個檢調系統 人家的法律 人家的公信力 你剛你現在講的再多 現在全臺灣省會這樣泛濫 就是沒有公信力吧 就是由那些沒有CEO背景 沒有經營的這個背景的人 在地方上為首欲為 老百姓也很無奈 不過苗栗真的是一個警訊 當然苗栗自己的問題要解決 可是各縣市都有這個問題 特別是整體臺灣 其中最關鍵的 是不是我們的軍公教的年金改革 以及勞保的年金改革 如果不去做的話 真的我們離希臘會越來越近 我們來看看 臺灣真的會步上希臘後塵 臺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希臘 臺灣的軍公教退伏基金 去年首度出現新台幣 三十四億元的赤字 事實上第一次入部付出 也讓各界憂慮 代表破產的倒數計時器 已經啟動 一百零三年軍公教退伏基金 整體收入五百九十六億元 支出六百三十億 出現三十四億赤字 其中均職人員一百零三年 受制赤字高達三十八億 目前年金支出 約占政府支出的一成 不過如果沒有進行改革 到了二零五零年 臺灣的退休金總支出 將占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三 也就是希臘現在的水準 先把軍公教這個部分降下來 然後再來看勞保再怎麼改革 一方面能夠健全財務 那一方面也能夠在 他的所得替代率裡頭 維持一定的一個水準 包含基金績效的提升 包含政府要負責最終的責任 將來保費的提高 還有平均薪資的年限把它拉長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年金的收入面大幅的提高 目前政府的總負債已達二十四兆元 在二零一四年 各級政府的欠償負債高達十七兆 短短三年暴增四兆 其中又以軍公教退休 和勞保負債最多 沿見國家財政危機持續擴大 年金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柏林老師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怎麼解決 大家也都知道 每年都在講 但是沒有一年做到 為什麼 我必須說這是政客的責任 當初剛剛提到這些隱藏性的債務 那麼大家講軍公教 其實他你最近這三十年來 增加最大的是勞保的 這個所謂的隱藏性債務 從九十九年的五兆 變成了八兆 為什麼會這麼瞬間增加呢 原因是因為當初的勞保的設計 就是一般的保險設計 那麼這些立委們 國民兩黨都有 他們在當初就算是政府當局苦口婆心 告訴你說 所得替代率啦 提撥率必須要注意 但是他們就硬要推 一推之下 就把勞保從一般保險變成年金 這個年金化結果就增加三兆 所以您剛剛講 從十三兆變成十七兆 其中有三兆 是來自於勞保 那同樣的道理 今天軍公教也是一樣的問題 在過去這三年來增加了一兆 所以不管這個十三兆到十七兆 是怎麼變的 其中都是軍公教跟勞保 好 這次江儀化 擔任副院長的時候 他的最重要工作 就是要改年金 結果他改革年金的時候 他把軍公教這個部分 稍微調整了 大概控制一兆 然後他開始要處理勞保的時候 有政黨反對 就無疾而終 結果到今天 大家都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張老師 如果我們不做 恐怕很快就破產 就變希臘了 是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要是能得一個結論 就是人民真的要看清楚 就是不管他是哪一個政黨 或哪一個政治人物 他們到底有沒有有心 為下一代著想 我覺得那個是個關鍵 如果今天只是要開這些拔拉票 然後得到選票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要做其他 無獨太太大災難 糗事樂趣一如荒 我在洗床單 然後床單就包一包 然後把手機也是包在裡面 然後就一起 我要用錢 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印章存折都找不到 我把它放到郵局門口了 我太太還有走錯家的 我是一樓 她走到B1 她說老公你幫我開嗎 我門打不開了 我說就把整個門打開 我說沒看到你人 我就在門口 把她抬到一看 我說喔 這B1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熊很大 每年營收四兆 員工人數超過百萬 65歲的郭台銘 堅持地站在第一線 他的霸氣造就鴻海 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公司 做任何事情 策略清楚以後就要有決斷 戰勝自己 克服自己 所面臨技術的問題 日本NHK貼身採訪 郭台銘的初體驗 7月17號 周五 這個